原小说《风乳肥腿》 金童看到那个不满周岁的婴儿 在保姆的怀里正用仇恨的目光盯着自己 老金揉着乳房对保姆说 我走吧 去奶牛厂订份牛奶给他吃 保姆知趣的走了 老金低声骂道 金童你这个杂种 把我的奶都砸出血来了 金童抱歉的笑着 目光盯着他手中拖着的宝贝 又像招了魔一般慢慢的蹭上去 老金拖着乳房便躲进了礼物 晚上老金戴上了一个特制的繁布乳罩 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棉衣 腰间扎上了一条武术师 杀腰运气使用的 坠满源头铜钉的宽腰带 棉衣下摆被他用剪刀剪了 骑着臀部上眼儿露出一圈棉花毛 他的下身一丝不挂 脚上却穿着一双红色的高跟皮鞋 上官金童一见他这身打扮 就感到有团火在肚子里 呼啦啦的燃烧起来 激动的下体像冲了气的皮球一样 碰碰的撞击着肚皮 老金刚刚想摆一个发情母兽的姿势 但没等他把屁股翘起来 上官金童就像老虎扑石一样 把他按在炕前的地毯上 两天之后 老金向他的全体雇员 介绍了新任的总经理 上官金童 他穿着运得非常平整的意大利西装 扎着绣花的鳄鱼盘丝绸领带 披着一件丝扑法内最新驼色毛笔鸡风衣 头上俏皮的携带着一顶梦巴黎咖啡色无眼小帽 双手掐腰 像一只刚从母鸡背上跳下来的大公鸡一样 疲倦的 但同时也是骄傲的面对着老金网罗的这批乌合之众 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 他使用的词汇和讲话的口吻 跟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训斥犯人时几乎一样 他感觉到了人们眼睛里那种记恨的光芒 他在老金的带领下 跑遍了大兰市的每个角落 认识了一批与废品收购和出售业务 有着直接和间接关系的人 他学会了抽洋烟 喝XO 搓麻将 还学会了请客送礼 偷睡漏睡 他甚至在巨龙宾馆的宴会厅里 当着十几个客人的面 摸了服务小姐白嫩的手 小姐手一哆嗦 砸了一个杯子 他掏出一达子钞票 塞到服务小姐白制服的肚兜里说 小意思 小姐嗲声嗲气的说 谢谢了 每天夜里 他都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农夫 耕耘着老金肥沃的土地 他的网状和缺乏经验 让老金感受到一种特别新鲜的刺激 他的尖叫声 经常把那些住在检疫房里的困乏的故宫们 从睡梦中惊醒 有一天晚上 一个独眼的老头歪着头走进老金的卧房 上官金童打了一个寒颤 猛的把身前的老金推到炕脚上 他手忙脚乱的扯过一条毛毯盖住身体 他一眼就认出了 站在炕前的独脸老头 就是人民公社时期 当过生产队保管员的方金 他是独辱老金的法定丈夫 老金盘腿坐在炕脚愤怒的问 不是刚给了你一千吗 方金坐在炕前深阵产的真皮沙发上 坑坑的咳了一阵 把一口黏痰吐在华丽的波斯地毯上 他的毒眼里射出能点燃香烟的仇恨光芒 他说 我这次来不是要钱 老金愤怒的说 不是要钱你要什么 我要你们的命 方金从怀里摸出一把刀子 以惊人的与他的衰老身躯 不相匹配的敏捷 从沙发上弹跳起来 窜到了炕上 上官金童怪叫一声 滚到了炕脚 用毯子紧紧裹住身体 四肢酥软 浑身不会动了 他惊恐的看到 方金手中那把寒光闪闪的牛耳尖刀 直逼自己的胸口 老金一个鲤鱼打挺 蹦到了方金和上官金童之间 他用胸膛顶住了方金的刀尖冷冷的说 方金 你要真有种 你就先把我捅了吧 方金呲牙咧嘴的骂道 臭婊子 你这个臭婊子 他嘴里骂得很凶 但握刀的手腕打起了哆嗦 老金道 我不是婊子 婊子是靠这个赚钱 我不但不赚 还倒贴 老娘是富婆开窑子 图个快活 方金狭窄的小脸上滚动着水一样的波纹 下巴上的几根老鼠胡须挂着几滴青鼻涕 他尖利的叫着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他把尖刀刺向老金的乳房 老金豪爽的把胸脯一顶 把那刀给屏落在了炕上 他一脚便把方金踹到炕下 然后他解下武术师的腰带 脱下毛边短袄 解开樊部辱罩 甩掉脚上的高跟鞋 他放荡的拍着肚皮 拍出一些令上官金童心惊胆战的声响 他高叫着 声音震动的窗帘不打哆嗦 老棺材嚷子 你能吗 能就爬上来 不能 就别挡老娘的道 就滚你妈的蛋 方金从炕前爬起来 呜呜的哭着 像个小孩子一样弯着腰 看一眼老金那一身哆哆嗦嗦的白肉 他痛苦地垂着胸膛 哭着骂着 婊子 总有一天 老子要杀了你们 方金跑了 卧室里恢复了安静 从木材加工厂那边 一阵一阵地传过来电锯的嗤嗤声 还有火车进站前的鸣笛声 而这时 上官金童听到的 是院子里那道酒瓶子砌成的长城 凄凉的乌叶声 老金 四氧八叉地横沉在他的面前 他看到那只毒乳丑陋地 涣散在他的胸脯上 那个黑色的大奶头子 像一个干巴巴的海参 老金冷冷地盯着上官金童说 这样你能行吗 你不行 我知道 上官金童 你是抹不上墙的狗屎 扶不上树的死猫 你也给我像那方金一样 滚你妈的蛋 除了脑袋略微小一点之外 鹦鹉寒的老婆耿连连 其实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人 她的身材有起有美 修长的双腿 丰满但不臃肿的屁股 柔软的像弹簧一样的腰肢 消瘦的肩膀 发达的胸脯 挺拔的脖子 她的脑袋之下 简直无可挑剔 这一切都是从她那个水蛇母亲那儿遗传来的 一想起她的母亲 上官金童就回忆起 内战时期那个难忘的风雨漠房之夜 更连连她母亲 那颗小的像个板平的铲子头一样的脑袋 在稀稀利利的漏雨里 在雾蒙蒙的晨曦里 大幅度的摇摆着 确实是三分像人 七分像蛇 上官金童被读入老金解雇后 在日渐繁华的大蓝市的大街小巷上游荡 她感到无言去见老母 她把老金发给的安抚金通过邮局汇给母亲 尽管排队汇款的时间 与自己跑到塔前房屋的时间相差无几 尽管母亲收到汇款单后 还得跑到这个邮局来领 尽管邮局当班的职员对她的行为感到大惑不解 但她还是坚持用这种方式把钱寄给了母亲 她游荡到沙梁地区时 发现了士文化局立在沙梁上的两块碑 一块是纪念被还乡团活埋掉的77个死难者 另一块是纪念与德国殖民者英勇斗争 并光荣牺牲了上官斗和司马大牙 碑文晦涩难懂看得她头晕眼花 一群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 先围着纪念碑七七叉叉议论 然后簇拥在纪念碑周围照相 手捧相机拍摄的是一个姑娘 她穿着一条紧紧的 咕着屁股和大腿的灰蓝色裤子 像喇叭花一样 炸开的裤腿上沾满了白色的沙土 裤子的膝盖那儿 像被疯狗咬了一口似的 破了一个边缘参丝不齐的窟窿 上身 她穿着一件金黄色高领大毛衣 这毛衣肥大的没了边 腋下就像黄牛的脖子一样 吊儿朗当 乳房还是结结实实的 没发酵的死面波波 摘下来能砸破狗头 胸前还挂着一枚 足有半斤重的毛泽东纪念章 那件金黄色毛衣外边 随随便便的套着一件 由大大小小的口袋连坠成的摄影师背心 她撅着屁股 好像一匹正在拉屎的小马 她说 OK 都别动 别动 然后 她提着相机 转着圈找人 她看到了 正在直勾勾的望着自己的 上官金童 当时 她还穿着老金为她置办的行头 姑娘咕噜了一句咯咯哒哒的洋文 上官金童听不懂 但她飞快地意识到 姑娘把自己当成了洋人 她说 姑娘 说中国话吧 我懂 姑娘吃了一惊 好像在吃惊着 她带着浓重地方色彩的汉语 一个外国人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竟然能说一嘴高密东北乡土语 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她代替那姑娘思考着 竟连自己也感叹起来 如果真有一个外国人 能说一口高密东北乡土话 该有多好啊 被独如老金解雇之后 上官金童在繁华的大兰式大街小将上游荡着 她来到了沙梁子区时 发现了世文化局立在沙梁上的两块碑 一块是纪念被还乡团活埋掉的77个死难者 一块是纪念与德国殖民者英勇斗争 并光荣牺牲了的上官斗和司马大牙 一群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 围着纪念碑 七七叉叉议论之后 簇拥在纪念碑周围照相 手捧相机拍摄的那个姑娘 在拿着相机寻找着她要拍摄的人物时 发现了上官金童 然后把她当成了一个外国人 上官金童用高密东北乡的图语跟姑娘说话 姑娘吃了一惊 上官金童替姑娘想着 如果一个外国人能说一嘴高密东北乡的图语 那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 该有多好啊 她突然想到 怎么没有呢 上官家的六女婿巴比特不就是一个吗 还有那个比巴比特更高一筹的马洛亚牧师 姑娘笑咪咪的对上官金童说 先生帮我按下快门好吗 上官金童被面前这个年轻活泼的姑娘感染 竟忘了自己的狼狈处境 她模仿着电视上的一些洋人 耸了一下肩膀 扮了一个鬼脸 这一切完成得自然而流畅 她接过相机 姑娘对她指点着机器上的按钮 她连声OK 并油然地说了几句俄语 这一招也很高密 姑娘颇感兴趣地盯了她一眼 转身跑到纪念碑前 攀附在她同伙的肩膀上 在取镜块里 上官金童大动刀斧 把姑娘的同伙全都砍去 她让镜头里只留下这个姑娘 别的她一概不顾 然后按了快门 咔嚓 OK 几分钟后 她就孤零零地站在纪念碑旁 目送着那些年轻人的背影了 空气中留下青春薄发的味道 她贪婪地抽中鼻翼 口中苦涩 宛若咬过青柿子 舌头运转不灵 满肚子都是愿望 那群青年人在树林子里亲嘴的情景 使她不愉快 每人一张嘴 天天咀嚼死猫烂狗脏不脏 她想 亲嘴巴 绝不如亲子乳房 未来的女人 乳房会长在额头上 专供男人亲吻 额头上的乳房 是礼节性的乳房 应该给她涂上最美丽的颜色 在乳头的根部可以挂上黄金的流苏线 胸部的乳房也是一只 这是哺乳的器官 兼具审美功能 可以考虑把母亲在杀月亮时代创造的那种挖洞挂帘式服装大家推广 胸肩上的洞要开得大小适中 要因人而异 因时而变 帘子一定要用青纱或薄绸 太透就一览无余缺少韵味 太不透就闭关锁国 影响情感交流和气味流畅 那洞一定要坠上花边 各种各样的花边 如果没有这些花边 未来的高密东北乡的胸有毒辱的女人 就会像莲房画里那些古代的士族和山大王手下的小喽啰一样滑稽可笑 她手扶着纪念碑陷入不可自拔的胡思乱想的韵意中 如果没有她外甥媳妇耿连练的拯救 也许她会像一只死鸟枯萎在纪念碑的大理石基座上 耿连练骑着一辆草绿色的三轮摩托车 从繁华的市场街急驶而来 她为什么要在纪念碑这儿停车 上官金童不得而知 她用羡慕的目光欣赏耿连练的身体时 耿连练犹豫的问 你是上官金童舅舅吗 上官金童用羞难证实着自己的身份 耿连练说 我是鹦鹉寒的妻子 耿连练 我知道 她把我糟蹋得不像个样子了 好像我是个母老虎 上官金童不置可否的点着头 耿连练道 老金炒了您的鱿鱼 这没什么 小舅 我今天啊 就是专门来聘您的 聘请您到我们的东方鸟雷中心工作 工资啊 待遇啊 一切都不需要您开口 包您满意 上官金童说 我是个废物 我啥也不能干 我们给您安排了一份 只有您才能干的工作 上官金童还想谦虚的说几句什么 但耿连练已经拉住了他的手 走吧小舅 我沿着大街小巷跑了一天了 就是为了找你 他把上官金童 按坐在摩托车的偏挂斗里 那里边有只巨大的金刚鹦鹉 腿上拴着铁链条 他愁视的盯着上官金童 弯曲的大嘴张开 发出一声沙哑的怪叫 耿连练拍了鹦鹉一把 用两个灵条的手指一拨 便解放了鹦鹉的腿 他说 老黄 飞回去吧 告诉掌柜的 舅舅随后就到 那只金刚鹦鹉笨 笨拙的跳到挂斗边缘上 然后又跳到沙地上 他像个男孩一样 摇摇晃晃的往前跑 在跑动中展开僵硬的翅膀 忽闪着 终于他飞了起来 飞到十几米高时 他折回头 绕着地下的摩托车兜圈子 耿连练扬连喊道 老黄 快回去 别捣蛋 回去为你开心果 金刚鹦鹉愉快地鸣叫着 擦着鳞梢 往南飞去 耿连练身体 耸动 发动着机器 他片腿上车 手在车把上一转 摩托车便跌跌撞撞地 跑起来 迎面而来的风 吹拂着他的头发 也吹拂着上官金铜 头上的乱毛 车子沿着一条 新修的水泥路 飞快地 接近了沼泽地 东方鸟类中心 用铁丝网 在沼泽地边缘上 圈出了 足有二百亩土地 大门口修建的 富丽堂皇 好像一座大牌房 门口站着两个 斜披武装带 腰挂玩具手枪的 保安队员 耿连练的摩托车 驶过时 保安队员立正敬礼 他们的动作 标准地过了头 看起来 显得虚假作作 一进大门 就是一座 用太湖石堆砌成的假山 假山前 有一个喷水池 池中立着几只 跟真的仙鹤 一模一样的 但却一动也不动的 假仙鹤 那只早就飞回来了的 金刚鹦鹉 蹲在池边喝水 见到耿连连归来 它摇摇摆摆地 离开水池 跟在它身后 打扮得像个 马戏团小丑 一样的鹦鹉寒 戴着雪白的手套 从一间门口悬挂着 串球门帘的大屋子里 跑出来 它对上官金童说 小轿 总算把你请来了 我早就说过 只要我混出点模样来 我就要开始报恩了 它挥我的手中 那根银闪闪的小伴说 天大地大 不如姥姥的恩情大 所以我的第一个 报恩对象 就是姥姥 给姥姥送去一码带猪肉 姥姥不会高兴 给姥姥送去一根金拐杖 姥姥也未必高兴 但是我知道 给小舅安排个最好的工作 姥姥一定高兴 耿连连用非常明确的 领导对下属的口吻说 行了行了 别啰嗦了 被这聊哥训得怎么样了 你可是向我打包票的 姥姥姥模仿着小丑的动作 一躬居到地说 放心吧 夫人 我保证让他会唱十首歌 还要让他像最优秀的波音员一样 用标准的普通话 向来宾致欢迎词 耿连连说 小舅 我先带你参观一下吧 然后咱们再谈工作 上官金童跟随着耿连连 参观了孔雀饲养场 上千只孔雀 拖着疲惫不堪的腿 在尼龙网罩起来的沙地上 麻木不仁地攀山着 几只白色的熊孔雀 见到更连连 便羡慕地开了瓶 他们的唯语稀少 开瓶后便显露出亲子的屁股 几个穿着高娇皮靴子的女工 扯着自来水管子 正在冲洗孔雀宿舍的水泥地面 孔雀场的气味 与当年留在他记忆里的 蛟龙河农场养鸡场的气味一样 他偷眼看了一下耿连连 耿连连也正在看它 他尴尬地问 有狐狸吗 沼泽地里有 但是他们从来没这骚扰过 这么多的孔雀干什么用啊 我们每年都向全国各地的动物园 赠送一些 主要的还是做肉食 根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记载 孔雀肉能够输心活血 保肝养肺 根据最新的研究证明 孔雀肉里含有二十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还有三十多种微量元素 孔雀肉味道非常鲜美 什么鸡肉 割肉 鸭肉 都没法跟孔雀肉相比 最重要的是 孔雀肉还能自尽撞羊 即便是多少年的老羊尾 软得像根烟黄瓜 吃上二两孔雀肉 就会硬成铁木棒坠 起码千里不下岸 他色眯眯地盯着上官金桶问 小舅 你跟着老金去付过那么多宴会 难道竟没吃过我们东方鸟类中心的孔雀肉 这好吧 我们这儿有一个很好的厨师 做的一手绝活 就是八宝葫芦孔雀 明天我就让你尝尝这道美味佳肴 孔雀胆还是名贵的药品 以前说孔雀胆有剧毒 纯属污蔑 其实孔雀胆能滋阴壮阳 驱风湿 鸣眼目 我的眼睛 你看 为什么这么酒精有神呢 就是因为我每天临睡前 要喝一杯孔雀胆泡的酒 一只熊孔雀走到了死网边缘 歪着头 打亮着往外的人 他突然把高挑着一簇灵毛的脑袋 从网眼里伸出来 啄了一下上官金桶的裤腿 更连连伸手抓住熊孔雀的细脖子 并把另一只手从上边的网眼伸进去 从他的满屁股斑斓多彩的灵毛中 挑选了一根最粗壮的 色彩最绚丽的 捏住根部猛的拔下来 他一松手 熊孔雀便痛苦的鸣叫着 跑开了 你能不能够